我们中医为什么不能学他们西医疤病药 事实上西医的话 进步到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我的办法是根本不容学你公示他 他就是温崇凯 一位离开西医领域 投入中医行列的医生 以一双手和一根针 突破许多被现代医学认为是 几乎难以解决的棘手病症 他的人心人数不仅仅是对患者 许多海外中医医疗执行者 也曾接受过他的指导 看到他们的态度 让我觉得我很乐意跟他们分享 那在那种互动中 我基本上就请尽我所能的 毫不保留的给他们教导 因为融合中西理论优点 加上苦心研究 温崇凯不但医属高超 更愿意将自身所学 传承给年轻的中医学生 他从这学期开始 也到我们十大中医医去教学了 那上人也期待说 这个教学要传承 所以我想我们其实大家的共同成就 就是这个温宜西的一个愿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真的像大医王 减除大家的人要痛苦 苦人所苦 因为对病患感同身受 也认定传统中医的博大精神 温崇凯除了要继续医人医心 造福更多患者 也要让他们领略中医的疗效和精妙 大医新闻 汤道顺邱品豪台北报道 这套详